这只蜗牛正在晒太阳 结果却被狗狗给吃了 你绝对想不到 他的兄弟姐妹死得更奇葩 这简直就是蜗牛版的 死神来了 就在刚刚 一颗包菜被人类搬上了餐桌 万万没想到 里面居然钻出了五只 坦吃的蜗牛 他们想逃离人类的世界 以防发生不测 结果坦吃的老二却不想走 因为他没有吃饱 结果就被人类端上了粉碎机 下一秒 天呀 这也太可怕了 大家赶紧商量离开这里 老二大胆的说出自己独特的主意 结果一口九块九包优的锅 啪鸡从天而降 好在他只是受了伤 可下一秒 天哪 太恐怖了 老小妹想赶紧躲起来避险 结果 天哪 这简直太惨了 老大根本来不及被伤 越想这里越可怕 于是赶紧和老三 想找地方藏起来 结果这个归宿爬了一个小时 又是只走出了一厘米远 终于老大发现了避难所 结果还没当老三爬进去 烤箱的门就咔嚓 自动给关上了 又在没人的情况下 开启了500度的高温 下一秒 老大不仅被直接秒成了渣渣 还把烤箱给崩炸了 老三就这样被崩出了十万八千里 不幸中的万幸 他来到了一扇门前 而且轻轻用力一推 就钻出了门外 他终于逃了出来 本以为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结果却被一只狗狗给吃了 所以想吃蔬菜 千万要清洗干净 这个小男孩也太废了 四十多岁了 还不会自己涂面包酱 每次都让妈妈亲自服务 为了躲避劳动 他更是可以把自己塞进各种容器里 比如浴缸或者橱棍里 爸爸为了历练他 特意给他准备了一份大礼 打开一看 居然是个行李 就这样 四十岁的男孩被第一次扫地出门 妈妈哭的那是一个伤心 结果男孩还没走出多远 就被吹了回来 还生情并茂的形容自己的遭遇 妈妈太心疼儿子了 就把他留了下来 可到了晚上 他又让妈妈给他涂面包 涂涂的骂宝男 这不是废了吗 于是爸爸又一次给他赶出了家门 这次他因为被大雾迷住了眼睛 又跑回了家里 爸爸这次没有犹豫 紧了天黑 也把男孩赶了出去 没会儿又跑了回来 说自己遇到了海盗船 哎 探铁不成钢的爸爸不停地驱赶男孩 可男孩就是永远走不出 房子周围的方圆几百里 没办法 爸爸打算搬家来驱赶男孩 结果他们却低估了男孩的能力 男孩突然就学会了缩骨弓 不是把自己关进鱼缸里 就是橱棍里要不就夹在烟囱中 给爸爸气得团团转 妈妈一着急突然触发了心梗 瞬间就嘎了 没有了妈妈的庇护 40岁的男孩终于长大了 因为爸爸不会为他做任何事 于是他第一次学会了自己涂面包 爸爸终于看到了希望 于是赶紧让男孩去外面看看 从此小男孩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所以学会放手才是对孩子最大的爱 注意看 女孩只是吃了一口饭 结果却越嚼嘴越大 不到一秒就必行了 更可怕的是 他的同事居然吃吃吃的 变成了一只仓鼠 太可怕了 原来这是一份奇怪的工作 就是每天来这里吃饭 咱也不知道这吃的是什么食材 所有人都特别爱吃 但是他们却越吃越难看 有的人吃吃就变成了猪 觉得用勺不过瘾 就啃着吃 有的变成了鱼 就连小女孩也特别爱吃 还变成了螃蟹 女人吃吃变成了狗狗 旁边的人还变成了仓鼠 他们好像都没有发现自己变了 更恐怖的是 随着周围的人变得越来越恐怖 他们却一点不害怕 反而吃的特别香 有的甚至还会害怕 别人把自己的食物抢走 因为碗里的食物一旦被抢走 就会被认为不是同类 会被排挤 为了能吃上食物 这人居然变成了老鼠 想去偷别人的食物 而那些吃完食物的人 在离开座位后 就会统统变成正常人 小老鼠也只能偷到别人的饭后 才会变成正常人类 得以生存下去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饭 他们就算舔也有舔干净了再走 你绝对想不到 这就是人性和欲望 你看懂了吗 你知道当动物的智商超过250 会发生什么吗 注意看 天上居然掉下了个人 腿上还扎了一根尖刺 突然出现了一只大猩猩 还想要救它 于是一把就拔下了那根刺 那挠一下 就硬是把水云的食物给腾醒了 万万没想到 250之声的猩猩 突然就干脚 自己拔错了 于是咔嚓 又给擦了回去 我的天哪 这得多疼 士兵赶紧用一根抹布 死死的勒住大腿来止血 小毛球一看 士兵流血这么多 一定需要吃的 于是赶紧找了个帮给它翻吃的 结果食物没有翻到 却发现了个地雷 这可把士兵给吓坏了 赶紧爬过去阻止 可下一秒 小毛球就当吃的 扔给了士兵 好家伙 这差点没把士兵给炸嘎了 完了 这小士兵 恐怕又被这小毛球给玩死了 幸好士兵发现了信号机 他赶紧拨打求救电话 可眼看士兵的电话 马上就要接通了 砰的一声 他的信号就断了 原来是毛球发现了一把枪 还不小心玩走了火 可偏偏就打断了士兵的唯一希望 这可把士兵给气蒙了 一个头盔就扔了过去 小毛球失望极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的 在帮助士兵了 怎么还是讨厌他 几个小时后 士兵的肚子都快被饿死了 小毛球又及时出现 还给他送来了一条鱼 这可是救了士兵的命 士兵点燃了火 都要把鱼烤了 小毛球就好奇 也拿来了鱼学着做 士兵终于放弃了对他的戒备 两个人就开始一边吹火 一边烤 小毛球一看 这火也太弱了 于是他又想帮助士兵了 结果 这一口可把士兵给坑惨了 这就给烧成了重伤 晕了过去 毛球一看士兵死得要拿着的东西 他好像曾经见过 于是他就把士兵 送到了敌人的军营 我的妈呀 这也太坑了吧 这男人想到了个能赚一千万的点子 他拔下电脑上的鼠标数据 然后插到一个充电器上 又把充电器和一个电源连接在一起 结果居然发生了奇迹 我的妈呀 他无意间得到了个 想要啥来啥的鼠标 你看 他想吃更多的食物 就只需要拿来鼠标 点开程序复制粘体一下 就可以复制出无数的食物 这不发财了吗 更没想到鼠标的接口居然被他并联到了电信上 可以控制整个房间的东西 男人还是有点不相信 于是又失了下 他拿来鼠标 把电视的四角这么一拖拽 哎 居然真的变大了 这简直可以在家里为所欲为了 更神奇的是 鼠标还不单单这点功能 他还可以随意各种方向的移动 自己不能移动的物品 好像有了超能力 即使看见自己最最害怕的小虫子 男人只需要轻轻用力一点 结果那小虫子碰一下就嘎了 家里的脏东西太多 自己处理不了怎么办 他只需要亲戚一滑了 那些脏东西就被轻松收纳到一个小盒子里 简直不要太完美 男人想偷看妹子洗澡 根本不用亲自去开门 只需要远远的按动鼠标 那门就开了 这不爽歪歪了吗 于是他开始越越来越贪婪 他想把自己变成帅帅的样子 结果用鼠标点了一下自己 完了 他忘了 自己是个不用通电的物种 鼠标一下就被烧坏了脑袋 呼呼的出现了无数的错误程序 这可把男人吓傻了 于是开始拼命的点鼠标 结果一不小心 啪 把自己用程序变没了 真是太惨了 所以无论做什么 都不要太贪心 这个孕妇已经十年没有洗头发了 因为血压太高 没有人帮助他洗头会晕觉 托尼老师看他可怜 就为他拿来了食物 本来怀孕就够辛苦的了 还要顶着个一吨重的头发 由于长时间不洗 头发已经被泡沫胶粘在了一起 要想解决这个难题 托尼老师必须使用十八般武艺了 于是他拿出了一把八二年的锋利剪刀 试图把泡沫胶水剪掉 就这样经过了七七四十九个小时 他终于成功了 于是又把孕妇扶到了椅子上 来为他清理头发 原来的长头发一秒就变成了短头发 也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似乎为了能生下肚子里的孩子 吃了很多苦 因为没有工作 女人只能靠乞讨为生 拘无定所导致了他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托尼老师为了帮助他 特意把他的头发剪短 因为这样对于即将到来的夏天最舒服 孕妇也开始有恐惧变成了期待 没有人不喜欢变美 整理完头发后 托尼老师开始为女人调色 希望他能对生活重燃斗志 又为女人烫了个洋气的发型 为面部做了个舒服的死吧 和整理了指甲 等到女人换好衣服后 哇哦真的太哇塞了 原来孕妈妈也可以美美的 女人特别的开心 她对自己的形象也非常的满意 她说为了肚子里的宝宝 她会努力的生活 看吧做自己开心的事 真的会改变自己 两年后女人又来到了这家理发店 但肩非稀比 女人已经找到了工作 不仅生活的特别开心 也把宝宝养的特别的可爱 使托尼老师改变了自己 谁不想有个美丽的人生 只要你不气馁 你也会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这是一面可以看透人生的镜子 一个五岁小男孩打开灯 搬了个椅子 就来到了镜子前刷牙 结果一抬头就突然发现自己退牙了 她想要收藏 可牙齿却掉进了下水道里 她拿起毛巾擦擦脸 却发现自己又长大了十岁 到了叛逆的年龄 也开始注重自己的形象了 她放上自己最喜欢的摇滚乐 在镜子里自嗨起来 美好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 专业男孩就到了十八岁 她似乎沉稳了很多 她把T恤放到镜子后 一转头就长成了二十五岁的样子 还有了自己喜欢的女孩 不仅组建了个美好的家庭 还有个极其漂亮的宝宝 可枯燥的生活 让男人觉得越来越乏味 于是她身上多了许多纹身 开始堕落 直到这天婚姻出现了危机 镜子的闪灯也在提醒她 可她偏偏不听 不仅一拳砸碎了镜子 还把女孩的照片也给烧毁了 男人怒了 她狠狠地给了镜子一拳 却不小心砸了自己的手 鲜血并没有让她清醒 而是让她越来越老 她努力地清洗伤口 想洗掉过去的一切 可伤口却一直在 转眼镜子里的男人 已经由小卑鄙 变成了50岁的老卑鄙了 需要戴老花镜才能看清自己 可当她拿起水杯 将假牙倒进水杯里时 男人的一生终究是孤独一人 于是她离开了镜子 拿起拐杖关上了灯 这就是男人的一生 你看懂了吗 你知道怎样才能一夜暴风吗 就在别人还在空想的时候 这个男人已经出发了 他先是骑个摩托车 来到一个人群密集的地方 脱下自己的帽子 就开始跳舞 为了鼓励男人 人群纷纷给男人帮助 只有这样 才能有一夜暴富的机会 做永远比想更实际 可你绝对想不到 这个男人有多实际 一个女人看见别人扔垃圾 就开始抱怨 这个世界什么时候 才能干净 男人一听就想正宁给他干 于是他赶紧拿着袋子 开始捡垃圾 人人都这么实际 动手清理一下 世界不就干净了吗 但总有比垃圾还垃圾的 就喜欢到处乱扔 尽管男人也没惯着他 嗖一下 就给还了回去 地球的气温太高了 结果男人就要开始种树 他买了一堆的小树苗 钱不够他就给店长跳舞 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他要为世界做点什么 司机十分不解 这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吧 但男人却怒了 因为那是人人的责任 我们都需要保护地球 司机的善良终于被唤醒 于是决定跟着男人一起种树 他们一颗一颗的种 用行动证明给所有人 男人做的好事得到了市长的关注 但他们只是给予表扬 配上一句空话 结果男人二话不说 就把市长也拉去种树了 行动比空话要来的实际 等到男人忙完后 他的朋友也被时间磨练的 再也不想一夜暴富了 现在只想闻思不动的 就改善生活 所以你永远也交不醒 一个懒惰的人 空想没有用 行动才是硬道理 好 好 好